在娱乐圈中,肖战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,他以其出色的表演和舞台魅力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 然而,对于很多肖战的入坑粉丝来说,真正让他们迷上这位明星的,并不仅仅是他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,而是他在舞台上的闪光时刻。 今天,让我们一起考古回顾一下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瞬间,特别是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舞台表演。 入坑时的蓝白调校服舞台。 如果你是肖战的资深粉丝,那么你一定还记得那个蓝白调校服造型的舞台表演。 这套校服曾经风靡,整个瞎圈肖战粉丝群体的昵称,成为粉丝们热议的话题。 而这个舞台不仅因为服装备受瞩目,更因为肖战在舞台上的表现,成为了无数粉丝的入坑契机。 当时的舞台表演中,肖战表现得极为认真投入,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他对舞台的尊重和对观众的回馈。 他的表情管理更是堪称一绝,无论是深情的眼神还是明朗的笑容,都能瞬间捕捉观众的注意力,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。 而这就是肖战的独特魅力,他总是能以最真诚的态度,将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。 表情管理到位,笑容感染力强。 很多粉丝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肖战舞台表演的情景,都会提到他那充满活力的笑容。 他的笑容不仅让人感觉亲切,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染力。 当你看到他在舞台上露出那自信而阳光的笑容时,你仿佛也能感受到他的快乐和活力,甚至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笑。 正如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那样,看到肖战笑的时候,真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起来。 双引号 这种笑容并非简单的舞台表演技巧,而是源自肖战内心的真诚与热爱。 他总是以最真挚的态度面对每一场演出,这种真诚也通过他的笑容传递给了每一个观众。 因此,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活力与温暖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舞台上的认真投入,赢得粉丝尊重。 肖战的粉丝们对他最大的赞誉之一,就是他在舞台上的认真与专注。 无论是在大型的颁奖典礼,还是小型的粉丝见面会,肖战总是全身心投入,不论场合大小,永远保持最专业的态度。 这种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,不仅让他在舞台上光芒四射,也赢得了观众的尊重。 正如许多粉丝所说,肖战的每一次舞台表演都像是一场视觉盛宴。 他不仅注重每一个舞蹈动作的精准度,更会在每一个细节上倾注心血,让整个表演更加生动鲜活。 这种细致入微的表现,使得他的每一个舞台都成为了经典,粉丝们总是能够从他的表演中感受到他对艺术的追求与执着。 蓝白条校服,风靡瞎圈的经典。 除了肖战在舞台上的表现,那次表演中的蓝白条校服也成为了粉丝圈中的经典时尚。 许多粉丝纷纷模仿肖战的穿搭风格,甚至将这套蓝白条校服视为虾圈的象征。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,还是在各种粉丝活动中,都能看到粉丝们穿着类似的服装,表达对肖战的支持与喜爱。 这套校服不仅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时尚标志,更象征着他们对肖战舞台表现的认可与追随。 每当提到蓝白条校服,粉丝们总会回想起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肖战,以及他在舞台上那自信而阳光的笑容。 舞台魅力背后的努力与坚持 当然,肖战的舞台魅力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通过长期的努力与坚持才得以展现。 作为一名全能艺人,肖战不仅在演技上不断进步,在舞蹈和音乐领域也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。 他从一个新人逐渐成长为今天的顶级明星,背后付出的辛勤努力是无数人难以想象的。 在采访中,肖战曾多次提到,他对每一次的舞台表演都非常看重,常常在排练时反复练习,直到每一个动作都达到他的要求。 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,不仅让他的舞台表演越来越完美,也让粉丝们更加珍惜每一次见到他表演的机会。 粉丝对肖战的喜爱,源于舞台之外的真诚。 尽管肖战的舞台表现令人难忘,但真正让粉丝们持续支持他的,还是他在舞台之外的真诚与善良。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,肖战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,对待粉丝始终温暖有理。 这种温柔的性格让他在圈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好评,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善意。 不少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与肖战的互动经历,无论是在机场、活动现场,还是偶遇他的时候,肖战总是耐心回应粉丝的打招呼,甚至会细心地照顾到粉丝的感受。 这种温暖的举动,进一步加深了粉丝们对他的喜爱与支持。 结语,肖战的舞台记忆,永远在粉丝心中。 回顾肖战的舞台表演,不难发现,他的每一个舞台都充满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粉丝的真诚回馈。 蓝白条校服舞台只是其中一个经典瞬间,但它代表了肖战用心对待每一场演出的态度。 正是因为这种态度,肖战才得以在舞台上不断发光发热,也让粉丝们始终追随他的脚步。 如今,肖战的演艺事业已步入新的阶段,但那段令人难忘的舞台时光,依然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粉丝的心中。 正如许多粉丝所说,不论未来肖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,他舞台上的每一次闪耀瞬间,都会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 以下是我在明星八卦CP频道上制作视频的整个过程。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YouTube团队更好地了结我正在进行的工作,并支持我顺利发展频道。 所有视频内容均未原创。 明星八卦CP频道上的所有内容都是由我自己编写和编辑的。 从研究、写剧本到最终制作,我都是独立完成的,没有抄袭任何其他来源。 这确保了视频中的所有信息都是我独特的原创创作。 精选插图视频。 在某些视频中,我使用了插图视频来澄清和增加我要传达内容的生动性。 这些视频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,并且严格遵守版权规定,之使用免费的或合法无问题的视频内容。 合法的图片和背景视频来源。 我视频中的图片和背景视频主要来自像Pixels和Storyblocks,这样提供免费且可合法使用的内容网站。 我始终尊重版权规定,确保之使用被允许的内容。 使用计算机语音。 为了让视频内容更容易理解并让观众更好的接收信息,我使用了来自微软技术的计算机语音。 这种语音能够清晰地传达信息,方便观众接受和理解。 专业的视频编辑软件。 我使用Capcode和Cemptive等工具来编辑和完善视频。 这些软件帮助我以专业和高效的方式编辑内容,确保最终作品的高质量。 我衷心感谢YouTube团队为我提供机会,让我能够通过频道赚钱,并使频道得到可持续的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